中央政府每天都在关注着香港疫情的发展 十分惦念香港市民的生命健康和安全 此处政府要负起抗议的主体责任 中央政府会全力支持抗议 李克强总理的讲话非常的温暖 让我们香港市民都非常感动 很感恩土国对香港的努力 我们一定会做出无限奋斗 让香港越来越美好 就着李克强总理的讲话 说明了中央政府对当前香港疫情发展 和香港市民的情况是十分关心的 自从第五波疫情开始之后 中央政府对香港承认了全方位的资互 包括人力、努力、资源 香港市民实在感恩 作为警察、作为香港警队 一定尽自己能力、竭尽所能 派洋与场逆战 李克强总理的说话大大鼓励了我们 基层的士司机 的士司机在这次香港第五波疫情之中 也做了我们的贡献 我们发起了同身同行 一路有我 成立了爱生车队青年行道 协作运送抗疫物资和医疗人员往返医院 相信在中央的潜力支持之下 香港一定能够战胜疫情 作为香港的医护人员 我非常感谢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先生 对我们的热切关怀 现在有了中央政府成为我们背后的合团 七日之内建成了方舟 也都受到很多的日历、物历方面的支援 所以我们漸漸见到希望 这几天疫情的染疫人数和死亡人数 也都开始稳定 我有信心大家一同努力 可以战胜疫情 走出阴霾 今早李克强总理 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的闭幕式之后 和中外的记者都说到 十分关注香港现在疫情的情况 身为香港的年轻工程师 希望用我们的基建先行 可以重振经济 可以带领我们的民生 一步一步回复香港昔日的光辉 今次中央的反应也很快 中央很快就送了一批中药 和一些快速检查包 给我们支援一些在家隔离的病患 第二件事就是 中央透过国企 在香港迅速地建成 房仓医院的隔离设施 我们对一国梁制是很有信心的 虽然香港现在是一个很危急 和很困难的一个时刻 但是由中央作为坚实的后盾 我们相信香港很快可以走出逆境 那就会有阶段 有一种很危险的最后 你们有部分的墓地建设 你们是很危险的 那么多都是 你很危险的 日本人的新闻 所以我们的日本人